據悉 這次作弊發生在美國西點軍校遠程學習期間 因中共病毒影響 學員採用在線考試方式 西點教官最初對73名學生提出指控 包括72名一年級學生和一名二年級學生 最終證實61人有罪 其中有52人是運動員 大多數是足球運動員 不准留在西點軍校的作弊學員 在校期間處於緩行狀態 也就是表現不好 仍可能被開除